李健在浮躁的娱乐圈里如同一股清流般存在 被网友称为音乐诗人 清华才子 很多人认识李健是因为2010年王妃在春晚 唱了李健的作品传奇《震撼全国》 但是李健一直保持低调 一心写着音乐 不参加商演也没有广告代言 在武士歌手爆红后的他 让网友发现 其实他是丝毫不输谢霆锋 周杰伦的天王级人物 但是李健并不像其他的人一样 去趁热打铁 让自己成为话题的中心 而是逃离 他竟然躲到美国写歌去了 多年前 漫歌不流行 没有市场的时候 李健执着于自己的内心 音乐为自己而做 坚决不创作那些流量歌曲 也为他现在的成就奠下了基础 因为他的儒雅 歌声就像在诉说着故事一样 他的歌更能直击心灵 让人们在这浮躁的社会中寻得一丝平静 一丝安宁 他不急着出名 只是在音乐的道路上不断地提升自己 如今 44岁的李健依旧像少年一样保持自己的初心 让人不喜欢都难